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贵州的福泉服务区 昨天本来从贵阳出来之后啊 打算一路开回家,开回沈阳,然后回沈阳去治疗嘛 但是开到了昨天9点多 还是在一片大山当中 就没有找到合适露营的地方 然后就开到旁边的这个高速上了 这个服务区还是蛮好的,蛮大的 而且车也很少 大车呢是在最后那一片区域 离我们也很远 所以说是很安静的 就在这儿休息了一个晚上 然后昨天晚上我发那个视频 赔了人家760块钱的一个蛋糕嘛 好多人就说什么蛋糕 我值760是不太贵了 被人坑了呀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蛋糕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这个就是蛋糕的包装室 这么看着真的是很普通很普通的 也不值700多呀 再看一下里边这 这个是叉子盘子什么的 就像我们平时订的那种蛋糕似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主要它是三层的 这是一层两层三层 这三层这一圈呢都是裹满了 水果有香蕉 芒果火龙果波罗什么的 看昨天在外边放了一晚上 全都是蚂蚁了 我昨天晚上没有吃饭 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吃了 当晚饭的 要不然760块钱真的是白花了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服务区的环境 是不是挺好的 车呢是停到两边的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走廊 在里边可以坐着休息什么的 然后这边这有给电车充电的 这是维修的 汽车维修 然后在这边 就这一个房子里边 它是餐厅 然后还有超市什么的 我现在准备去这个餐厅吃点饭 你看看这个餐厅 屋家怎么样 吃点饭呢准备继续往沈阳开 今天呢准备开到贵州和湖南的交界 然后在贵州这边下高速 因为今天贵州是半价嘛 所以说准备开一段高速 然后下高速之后再找露营的地方吧 这个服务区里边装修真的是很古典的 古香古色的 这是吃饭的地方 前面呢也是 那是自助餐 这边是超市 这就是减餐了 然后对面是卫生间 看一下这把的价格 一碗面是15 小笼包10块 哇这个价格真的太便宜了 我从来没有在服务区 见个这么便宜的物价 点了一碗牛肉粉 这个量还算是可以吧 上面还有一些牛肉呢 本来想吃稀饭透餐了 早晨喝点揉茶比较好 但是没有了 来贵阳这十多天呢 每天不是吃粉就是吃面的 主要是这边的粉面的确是很有名的 还很好吃 然后在新意的时候 然后在新意的时候粉面就比较便宜 大约在七八块钱左右 到了贵阳日了 物价稍微高了一点了 就是一碗粉差不多在十一二块钱左右 但是比较别的城市 这个物价的确算是便宜的了 我今天在这个服务区吃的是15 服务区一碗粉一碗面15块钱 说实话这也是我去过这么多服务区里边 我认为物价算是最低的一个了 去别的服务区差不多都在20块钱左右了 最便宜的我经历过的是18 吃了一半又吃不下去了 最近真的是食欲大减呢 这个体重也是暴减 吃完了现在继续往前开 从这到家是3000公里 我快一点的话也就七八天 慢一点的话十天左右就到沈阳了 然后到沈阳之后呢 正好我这个药也该吃完了 去一个更好一点的医院吧 找一个更好点的医生 再给我确诊一下 然后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治疗过程吧